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宏观经济、通膨、终端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,全球PC市场持续低迷。 英特尔1月底终于公布了2022年四季度及全年业绩,这家晶片巨头四季度业绩未能达到市场预期,大幅下滑三成多。 同时,该公司还预计,第一季度将出现意外亏损,销售额预期区间与分析师的预期相差数十亿美元。 财报显示,英特尔四季度营售为140亿美元,低于市场预期的145.8亿美元,创下2016年来最低季度收入,去年同期营售为205亿美元,同比大幅下降32%。 在盈利方面,英特尔四季度的毛利率,从2021年四季度的53.6%大幅下降至39.2%,净亏损则达到7亿美元,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为46亿美元,同比赢转亏,下滑幅度达到114%。 从细分业务来看,英特尔的主要业务,包括PC晶片在内的英特尔客户端运算业务部门,实现了66.3亿美元的收入,同比下降了36%,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6.8亿美元,PC晶片部门的营业利润萎缩82%。 其他业务方面,英特尔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部门,于第四季度贡献43亿美元的收入,同比下降33%,但略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1.7亿美元。 网络和创新部门,四季度的收入为20.6亿美元,同比下降1%,从全年来看,英特尔营收为631亿美元,同比下降20%。 全年净利润为80亿美元,与上年的199亿美元相比下降60%,按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同比下降65%,在过去,PC业务占据英特尔整体营收超五成,成为其财报的决定因素。 从整个PC市场来看,去年四季度出现严重滑坡。 根据IDC数据,2022年第四季度,含桌机、笔电和工作站在内的,全球PC出货量为6720万台,同比下降27.5%,环比下降9.5%。 英特尔方面称,为了重回正轨,该公司需要电脑制造商迅速消化库存,并重新订购零部件。 另外,英特尔给出的今年一季度指引,更是被市场是坐灾难极,预计市场表现将相当悲观。 英特尔预计2023年一季度营收在105至115亿美元之间,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140亿美元。 如果一季度的业绩落在指引范围内的低端,今年一季度的收入将是该公司2010年以来最低。 英特尔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毛利润率为39%,之前预期为45.5%,这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4.1个百分点,比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LMD低了于10个百分点。 而且,预计第一季度调整后,每股亏损0.15美元,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受益0.25美元。 富国银行一名分析师在近期的报告中表示,英特尔的最新业绩和前景都非常疲软。 该公司预计今年所有市场都将出现波动。 英特尔表示,消费者和教育市场尤其受到重创。 数据中心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一,企业的营业利润也锐减了84%。 为了扭转颓势,英特尔已经开始节一缩时。 该公司表示,财源、减缓新工厂开支以及其他缩减开支措施将导致今年节省30亿美元。 该公司表示,到2025年底,这一数字将增至每年100亿美元。 英特尔方面预计,宏观环境带来的困难将在2023年上半年持续下去,个人电脑市场的长期业内规模约在3亿台。 而在占据全球70%市场的伺服器业务方面,英特尔表示,该领域也将在今年上半年萎缩。 与PC制造商一样,这些客户在处理未使用的库存时也在削减订单。 英特尔预计伺服器市场将在2023年下半年恢复增长。 不过,在市场看来,回暖时间会更加漫长。 IDC在一份报告中预计,2023年,PC出货量仍会持续衰退,直至2024年才能恢复成长。 实际上,不仅仅是英特尔,包括AMD和灰达在内的PC晶片玩家均处于困难时期。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AMD,加上消化显示卡库存还需要时间,最终都会影响收益。 不过,投资机构对AMD下半年的前景显得较为乐观。 认为今年第二季度末会开始反弹,利用EPYC处理器从竞争对手抢夺企业市场份额是关键。 当前的库存问题和消费者减少支出的情况下,挥大的表现相对较好。 虽然游戏部门仍承受较大的压力,但已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。 随着合作伙伴逐渐清理库存,加上RTX40系列显示卡逐渐铺开, 汇达在2023年的势头可能会比许多人想象中还要更强一些。 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,2022年第四季度,全球PC出货量同比下降27.8%至6520万台。 2022年全年,出货量同比下降15%。 2023年上半年,需求疲软将对出货造成沉重打击,年度出货量增长无望。 但从历史数据来看,PC出货量仍明显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。 PC市场违迷导致英特尔业绩骤降,而消费电子的另一端智慧型手机行业, 则经历了近几年最为糟糕的一年。 IDC在1月底的报告显示,全球手机出货量去年创下了10年来最低水平, 其中第四季度表现尤为糟糕,这主要是宏观经济为米和消费者需求疲软所致。 IDC数据显示,2022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为12.1亿部,较上一年下降了11.3%。 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出货量。 IDC称,造成出货量下降的原因是,消费者需求大幅下降,通膨和经济不确定性。 苹果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手机制造商的地位, 该公司去年四季度iPhone出货量为7230万部,同比下降14.9%。 苹果当季的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比的23.1%上升至24.1%, 但销量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.9%。 而三星的出货量仅次于苹果,四季度出货量为5820万部, 同比下降15.6%。 小米排名第三四季度,出货量为3320万部,同比下降26.3%。 IDC的一名分析师警告称, 鉴于全球手机出货量去年下降超过11%。 2023年将是仅剩的一年, 供应商将重新考虑他们的产品组合, 而渠道商在吸收过剩库存后将三四而行。 英特尔财务长去年12月就已指出, 客户消化库存的状况很可能延续至2023年。 除此之外,世界各地也都面临经济下行。 有鉴于此,英特尔称无法明确半导体行业 在2023年第一季度有复苏迹象。 但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, 业界普遍认为,英特尔的最新财报证明了, 其在晶片领域既不落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。 目前来看,英特尔2022年的总营收已低于台积电。 而且在晶片工艺领域, 台积电、三星电子的三奈米工艺已相继问世, 英特尔则姗姗来迟。 据Hardware Times近期报道, 英特尔计划于2023年底推出, 自认为等效三奈米工艺的Intel三节点。 但有分析师认为, 英特尔近年来新产品的推出速度较慢, 迪加其主要竞争对手AMD、 ARM等厂商的奋力追赶, 以及部分客户选择自研晶片等因素, 大部分订单都会交由台积电生产, 英特尔的处境也并不会乐观多少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